manufacturing遇到的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我觉得inventory 你的cost control 你的效率到底如何 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claim OD的啦 You understand了 How do you pay OD together with commission 如果你的OD少过多少 你的业绩又达到多少 你的生产量达到多少 我才给你这样高的commission 我宁愿你给commission 他们拿多commission 也不要拿OD多 为什么呢 因为commission是有做到量 达到那个quality control 你才会给他的 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讲 对我啦 是设计production的commission and迎合各种各样production的scenario 因为不同的manufacturing scenario不一样 有的是用天 有的是用quantity 有的是用个人 有的是用整个team做 有的是由不同的team组装 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的 You understand了 所以那个commission呢 会帮你做到几个东西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帮你做到减少你的OD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减少你的损坏 你的那个做错的defect OK 第三 一定提高他们的生产量 第四 一定能够帮你控制到你的 减少你的vestage 我还没来之前 我遇到的是我的production department 跟我的sales department 没有互相的帮助 例如我的sales department 拿sales回来了 但是我的production department 就不想做OTG deliver goods 所以后来我上了老师的SCS 我就apply在公司里面 现在呢 production department 会很自然的问sales department 诶 sales怎么样 有没有东西 我们要送 大家都会共同的为每个月的target 更努力的配合在一起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现在员工已经是work as a team了 然后没有上老师的课 sales之前呢 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呢 就会好像说打太极啦 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工 那个不是我的工这样子 然后过后sales 我们就先给一个工作清单 把他们clish出来 然后就开始用sales 把他们的那些discipline改革 然后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productivity 都上了一个差不多10%这样啦